《澳大利亚东方歌舞团团长》 大家好 我是澳大利亚东方歌舞团团长 今天很荣幸在这边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关 无论是我们在演出的之前也好 是在我们排列也好 参加活动也好 互外的 互内的 参赛的 所以我们的演出也好 我们在舞台上的形象和我们的形体的训练 这形体的训练我觉得有一点我想 大家参赛的各位老师的学员 应该都很清楚的 就是你一上舞台的形象 首先给我们像的老师们和评委 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数 因为走上舞台 首先你的形象要这样子 在你在上舞台之前 你一定要先首先我建议大家 先锻炼和先你的练身 在你的练身之前并不是说我明天参赛 我今天才去锻炼 这就觉得有点凸累的感觉 希望大家提早一两个月之前 首先跑步 锻炼身体 然后就把肝的练习和自己形体的训练 自己的训练 可以找些老师对你的一些辅导 或者自己都可以的 然后比方说我们站上舞台的时候 我们一出场 你出场的时候你的形象 给老师的分数是很高的 我觉得咱们应该是被站结 然后在舞台上你介绍也好 我介绍也好 首先你是应该收复 把人的形体也要拉好 这是很重要 作为一个舞者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OK 咱们刚才说到的 就是你在上舞台之前 就是自己的形象 形体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 在前段时间你就要开始训练了 我就希望大家把你的背加紧 这后背一定要加紧 作为一个舞者 他的形体就是背加紧 然后下巴稍去向上扬一点一点 就是你在舞蹈的出手的时候 动作也好 就是说你的出腿也好 这些都是你需要留意的一点 不要千万不要 脚出去的时候把你的头往往 尽量的把它拉直 你的头是这样的 朝下下巴 朝下的平衡 然后把你的加杯 不管你的出腿 在家里练习 我希望多点练习 把肝上的把肝的练习也是很重要 好吧 然后人一定要向上拔 这个舞者我觉得 拉伸起形体的训练 然后你的走路也好 也是双肩朝下 双肩朝下 尽量的练习 朝后 双肩加背 朝后加背 我们侧边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你的背是抠的 一个舞者他看你是不是个舞蹈演员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你的背 背是抠的 抠进去 所以为什么会抠呢 就是你在舞蹈上 不管你出什么手 出手的时候 你的后背是直线 看到没有 是直的 尽量是用你的后背加紧 然后在练习的时候 把你的腿收直 收腹 全部收紧 尽量收紧 向上拔 尽量向上拔 向上拉 在家里不断的练习 不断练习 所以你不管你做一个舞蹈大赛 也好不大赛 这些都是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平时的一个练习 练身 形体的训练 我觉得形体训练 是在你要上演舞台之前 比什么都比较重要 所以希望我们这次参赛的 每一位老师和学员们 大家都努力的去把你的形象 那形体面对笑容表情和感觉 都要带上去 不管你的出手是怎么样 出手也有你的出手的感觉 就是简简单单 运手也是的 运手也要充分的一个感觉用上去 如果你就这样做的话 这是一个干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内在 舞蹈演员舞者 他重在的内在是比较重要 加上你的舞字 加上你的这一个节目 参赛的一个内容情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还有音乐 你一定要选好 我们刚才说到的两点之后 一个就是上台之前留意的 一个要在家里自己不断地训练 然后练气也需要的 有些舞者 每天早上也会跑步 当然我们不一定会去跑步 采纳的 我们可以练功 早上练像 然后下午晚上 咱们再继续练 先把你的人修身拉长 必须拉长 不管你跳什么舞蹈 只要你把人拉长 拉长之后 向上滑 把这个气向上滑 但是千万别 再歇掉 歇掉的话 你这个舞蹈是跳不下去的 尽量向上滑 然后气向上滑 随便选个动作 一个舞蹈就没有结束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气给它锻炼好 所以呢 跳舞的一样 它做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够气 然后你再一个舞蹈 10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几分钟 它都能够跳下一个舞蹈 不会喘得很厉害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在 参赛的学员们 必须要大家 一定要留意的 这一步 好吧 希望祝大家这次 才艺大赛 圆满成功 也非常感谢 这一次 主办方 没有机会 让我们大家 在这儿互相学习 交流 祝这一次才艺大赛 圆满成功 谢谢